有美魔女之稱的康華入行超過二十年 原來最近她在劇集 十月初五的月光飾演馬兵森 是唯一一位同時有份演出新舊版本的演員 應該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那時我只是剛入行沒多久 所以我覺得有份 這次這個角色是比較在十月初五裡面 比較多家庭戲和氣氛重一點 所以我的感覺完全不同 壓力不會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做每一個角色 其實都有不同的效果會出現 我想給觀眾的感覺也會有一種新鮮感 每一個劇有不同的演員 就算怎樣翻拍 不同人不同演員去做 根本出來的效果我覺得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大家都會發覺 早幾年康華在香港的電視圈好像失蹤 原來她北上發展找機會 也嘗試過不少的斧頭 其實當時我去了內地去拍劇集 拍了很多一套劇集 也有很多機會給我 很多女主角 重要的角色 我都很開心 因為做演員來講 都是想有演出的機會 還有我都試過一套劇 是哈爾濱零下四十度 我們在山上拍十幾二十個小時 哇 冷到所有工作人員 有些演員直接辭職不做 還有拍一半 真的硬不住 因為做不到 我們手拿出來已經僵硬了 所有眼音魔都是雪梨白色的 你流一滴眼淚馬上變成冰 很辛苦 我們住的地方又比較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什麼酒店 我們就住在那些軍營那裡 人生很不同的感受 如果你不是拍攝 你不會去到這些地方 雖然吃了很多斧頭 不過當康華隻身在內地打拼 名利雙修之際 她忽然決定返回香港的娘家 我一個人在那邊不停地去拍 不停地接劇 但是當時忽略了在香港的父母 有一段時間我突然發現 自己父母的身體 不是我想像中這樣 那我就發現 如果沒有人照顧他們的話 我長期在那邊不停地賺錢 而失去了他們 我覺得我的心 我一定會很慚愧和很後悔 始終父母就是你的父母 身邊的家庭 家庭人都是很重要的 人生除了你去追求你的夢想 亦都要顧及自己的家人 因為沒有了家人 我亦都沒有這麼動力去做 一個人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去接受了這麼多不同的挑戰和艱苦 除了父母 康華亦都非常照顧家人 有傳她是圈中的小婦婆 她這麼努力學投資 原來都是為了家人 小婦婆當然不是 但是投資這麼多年來 因為我的人 除了演戲上班之外 沒有什麼其他女性 跟女性一樣的知好 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不會去購物 不會去玩 不會找任何興趣 我的興趣就是 去做功課 周圍去看樓 但我覺得住很重要 我從小到大就覺得 身邊是我的家庭的成員 好像我的責任 我都應該要負責 給他們一個住所 我可以令到你們有幸福的家庭 我覺得這是一個動力